宏蘭的一場演講 這場演講昨天 我叫我的老婆 她才從學校拜那個錄影帶給我 你拜那個錄影我上面找出來 你不會看 宏蘭是我覺得非常棒的一個學者 可能有很多同學不類似她 有沒有人認識宏蘭 OK 宏蘭是中央大學的 腦神經科學系的教授 她翻譯過很多書 然後也寫過很多書 OK 但是她一直到最近十年 特別特別熱衷於 有關於書啊演講這些事情 在十年之前其實很少人都知道宏蘭這個人 但是現在太多太多人都知道宏蘭這個人 十年之前宏蘭不太為人所知 但是十年之前她老公 非常的為人所知 現在反而很多人不知道她老公 知道她 都會知道她老公是誰 曾智蘭有沒有聽過 曾智蘭應該是三任之前的教育部長 已經好多任之前的教育部長 我只知道肚子還是在 對 那曾智蘭下台的時候呢 也是被媒體P的很慘 OK 但是曾智蘭是被學生們非常歡迎的一個教育部長 OK 那曾智蘭下台的時候被媒體P的很慘 他最後以一個故事來鼎鼎他自己 那個故事就是神鬼戰士 有人看過神鬼戰士嗎 那個英文叫好像叫做鋼 神鬼戰士 神鬼戰士在描述那個從前羅馬時代的一個 一個 就是應該是戰士 然後後來 競技場 競技場 對 然後 他是一個應該是一個貴族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後來因為不知道什麼原因輪落 然後 反而變成奴隸 然後被人家 抓到競技場去做那個競技之類的 那有很多人就是害他 就是背後捅他一刀啊 然後讓他 讓他已經非常虛弱的情況之下 才去競技場跟人家競技 所以最後當然是會很慘之類的 那曾智蘭用這個來舉例他自己 因為當初媒體對他來講 基本上已經完全處理為講狀態 所以他後來 教育部長跟內部等下台 跟我們之前看到米家童 因為九二一地震 在之後 因為基南大學校長 的任內 後不得已下台地區同工資料 那各位 會聽到我講這麼多的這種故事 就會知道說 我的年紀已經不小 那些事情我居然都還記得 那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我都至少已經是大學 OK 那我們就來看看 曾智蘭的老婆 黃蘭女士所講的 為什麼他會推動閱讀 他的推動閱讀故事 我覺得很棒 非常棒 很尤其靠近 為什麼我們覺得閱讀這麼重要 各位知道 在醫學院裡面 有黑人很少 神經科更少 神經外科 經歷只有他一個人 這人叫 Ed Harrison 是John Hopkins 小兒神經外科的主任 他寫了一本書 我覺得那本書非常的好 他講 他小時候成定了 母親就變到小學三年級 父親哥老婆那是誰 那你沒有知識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去賺錢 你只能靠勞力 去有時間去換取你的金錢 所以他母親打三個工 去酒店裡面幫人家清那個 就換傳單 然後這種的來養他 那他放學回家呢 都媽都不在 你是不是在打工嗎 他就看電視了 現在跟各位講 電視真的非常不好 我們把電視叫做什麼 有插頭的毒藥 因為什麼呢 你想想看兒童節目 賣給你什麼 吃的東西 那種玩具 我們怎麼知道 那邊有這麼多新的玩具 孩子都可以賣 我要買這個 我要買那個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告訴他的 是不是 而且廣告裡面 但是最後他裡面 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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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壞人被懲罰 對不對 已經對孩子來講沒有用了 我們在時間上看他 他那時候就已經學會了 等到最後壞人被懲罰 要對他來講已經沒有用 他已經學會了怎麼去做壞事了 所以這個 這有很多關的關係 他們媽媽在家 當然就看電視了 他說你小Q五年級 閱讀程度可能小Q二年級的程度 有一天 他媽媽就提早下班回家了 一個指頭 把他便吃機關掉 走上車 帶你去圖書館 說不要去圖書館Saxe 那我今天就跟他講 我今天終於找到了正式的工作 替一個教授做管家 我看這個主人的風度 我很喜歡 看這個人家孩子的行為 我也很喜歡 他媽媽說 我們家跟人家插什麼 他又說 他說 他說 他家的媽媽 帶你去圖書館 各位注意到這個母親的慈性 他沒有講說 哎呀 他是白人 我們是黑人 他家有錢 所以我們家沒錢 各位你知道 你這樣一想你就放棄了 你不能從白人 黑人變白人 你也不可能從沒有錢變有錢 對不對 那就只好放棄了 但是 假如你這樣想說 好他家有書 我們家沒書 就馬上看到 回去圖書館就有書了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講 父母親的態度 決定孩子的命運 真的真的 英國有人就怕說 父母親的態度 決定孩子的Destiny 決定他的命運 就在這個地方 他母親很正向 然後看到解決的方式 很好 帶你去圖書館 因為他不肯去 對不對 他就把他打到最遠的圖書館 把他放下來 使他不能走回家 那麼他在圖書館很無聊的時候 我們知道 每位圖書館是個管理員 你不能亂吵 你不能幹嘛 他就在同書的部門 看到了一本 一本很可愛的書 就拿起來看 他就不曉得說 美國的學區 跟他社區的體育館 是幾個內容的 幾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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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的採訪資料 一本就擺出來 所以他這邊看得出 他老師第二天上課的採訪資料 老師上完了課 就問問題了 他就看得出他就會 他就舉手 老師就不叫他 他說 我覺得不會 你不要費力氣 就不叫他 我們也看到這孩子的人格特質 我們一般是 我舉手 你不叫我 我用灰的 老師給他弄了頭 就點了他 起來 答對了 老師很驚訝 就隨口稱讚了幾聲 我就知道 老師的稱讚 得意的不得了 他在同學的眼睛裡 看到了驚訝的眼神 這個白癡 什麼時候開竅了呢 這樣子 就給他足夠的動力 使他願意再去圖書 把他看書 就六年以後 拿到耶穌大學 四年的假學金 耶穌大學畢業 拿到密西根大學 畢業的假學金 出來做了醫生 他成立了以後 他的母校畢業年齡 要找傑出校友去支持 就找他回去 那時候他已經在 加斯阿比斯做醫生 那他的學長 因為他是 底特律是屬於密西根大學 所以他那時候去念 密西根大學 也是有道理的 因為他就 要那個學歷 就跟他別的 他從 那個 加斯阿比斯要開回 這個 底特律的時候 他就經過 要開回 就經過了底特律 他是 隱私性 就要來照顧 坐下就在 我們在那裡 在那裡 下就一天 快點在那裡 快點死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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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親 這一根 手指頭 改變了我的意思 他就開始去念 我再拼命 我可以演講 跟這些黑人的孩子講 他要知道自己 你看著我 我當你拼命 也不要 我說 教育什麼 你不去回憶的機會 他就在那裡 教育什麼 Crow 你來安靜 假期 坐不給 他 坐不開 坐不開 你坐不開 睡IGHT 坐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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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